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佳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453集 二小姐天真活泼 想到什么就做什么 拉着娘亲御手往林三掌中送去 倒把夫人吓了一跳 鬼丫头 胡说八道些什么 萧夫人摇头轻笑 脸色生韵 不动声色地收回御手 带到御若回来 再把这礼数补上就是了 要什么替代 林三儿 你说是吗 啊 是是 林婉容盲点点头正色道 拉错手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暂时还没打算犯这种错误 何况已夫人的天香果色与大小姐二小姐站在一起 就像是这园子里并地开的姐妹花 哪能随随便便替代呢 她一句话赞三人 二小姐眉目如画 拉住她娘亲的手娇笑 那是自然 我娘亲自小便是出了名的美人 新年并不知多少公子哥为之神昏颠倒 现今啊 更是气质宜人 美貌无双 精灵于京城之中 仰慕我娘亲的人多了去了 算你有眼光 萧夫人翘脸微红 笑着在女儿俊俏的小脸上拍了一下 你这丫头 本指望你能管教些林三 怎知你还未嫁人 却把你相公那般油嘴滑舌学了个七八成 来日可还怎么得了 二小姐哥哥娇笑 一手拉住娘亲 一手拉住林三 眉目间的喜悦羞涩 仿佛映红了半边的天际 只是我那可怜的欲弱 却还不知在哪里 望着玉霜翘丽的脸颊 小夫人赶怀心伤 两滴泪珠浮上双眸 娘亲不要着急 过不了两日 姐姐定会回来 二小姐在母亲的耳边轻言了几句 小夫人抹了泪珠微微点头 若有公主求情 那自然是好了 只是人家是大华的第一公主 你们姐妹二人 以后少不得看她脸色 林三 我两个女儿如此待你 你可要一碗水端平 不能偏了心眼 夫人这是哪里的话 林满荣朗声一笑 我自入小姐以来 久蒙夫人和两位小姐照顾 心里感激都来不及 又怎么会慢待她们 若一定要说偏心 我心里还是多些向着她们 谁叫我这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就有三百日是陪着她们的 这话不假 林三入肖家以来 只是最近些十日外出的多了些 之前可一直是个好员工 护卫小姐复兴肖家 论功劳她是第一的 肖夫人点头笑道 既是如此 我也放心了 你便是一张嘴厉害 叫人什么都信你 二小姐听夫人赞林三心下欢喜 应声艳语道 杨亲 林三她老是牢靠 不大会说谎 我说她昨日夜里什么都没看见 这下你信了吧 林婉容感激替林 还是二小姐信任我呀 以后一定要进她房里多一些 顺便叫上大小姐 古语说得好 三人行 必有我是吗 肖夫人恶然 见林三贼眉鼠眼偷笑 她有苦说不出 红唇紧咬 绣眉青阳 怒瞪她一眼 一抹烟红 补上脸颊 在肖家呆足了一上午 处理几日积累下来的公务 受了夫人鼓励的林三 自然尽心尽力 勤奋不已 二小姐得了夫人亲口许配 夙愿得偿 自是心满意足地待在她身边 笑口常开 肖夫人也是体贴周到 身汤燕窝不时亲手端入书房内 坐在一边顶着二人吃完 看她二人欢欢喜喜 恩恩爱爱的样子 她心里说不出的欣喜与感慨 唯独有些缺憾的就是 这林三尾时太花了些 想到这里 便忍不住狠狠瞪上她一眼 叫林宛容浑身的发俗 吃了赏饭 想起从军的事 她片刻也不耽搁 骑了快马 直往城门外大军的驻地赶去 今日天气情好 暖意洋洋 骑行了一阵还未靠近沙场 便听见前面传来隆隆炮声 伴随着刀枪碰撞 战马思鸣 阵阵激烈的喊沙声传入耳膜 只手搭在眼睛上向前瞭望 只见远处沙场上烟尘滚滚 处处断壁残垣 火势凶猛 浓浓烟雾直冲云记 战马掀起的尘土遮掩了半边的天空 数不清的骑士急速纵马奔跑厮杀 个个杀气腾腾 脸带浓灰 情景几乎便于实战无异 林宛容看了一眼便已明白 沙尘火炮烈火烟雾都是模拟的战场真实环境 李太手下兵马真正经历过战事的毕竟是少数 这贴近实战的练兵法倒的确有些心意 有助于消除战事的恐惧感 林宛容快马加兵急速前行 还未靠近沙场 早闻前面马蹄声声 一对外围警戒的军士赶了过来 一个略带稚嫩的铜声高喊道 前方何人 可是突厥的探子 儿老们 速速将这探子拿下 有些耳熟 林宛容抬头望了一眼 只见那队伍正中一员小将骑在马上 意气风发 正指挥众军士将他团团围住 哈哈 小李子 是你要抓我吗 林宛容勒住江省哈哈大笑起来 李武灵宁神望了一眼 那对面立着一匹白马 马上骑着的骑士脸色不白不黑 喜喜乱笑 正朝他招手 李武灵大喜过望 马鞭一甩 胯下黄马 长鸣一声 向前奔去 林侧儿 林将军 你等到现在才来 可想死我了 这李武灵几日不见 脸色又黑 又长了些个头 已从幼弱至同 渐渐长成为一方少年 他急奔到林宛容身前 稳稳停住马步 扶住他胳膊激动到 林宛容大笑道 哈哈 想我做什么 我又不是窑子里的粉头 李武灵虽然年纪小 却是生长于君武 脾性泼辣 听他说话粗俗 正对了胃口 黑黑笑道 你虽不是粉头 却比粉头更好玩 前些日子 你去山洞的时候 我便央求狐不归 带我一起去 只是爷爷不许 要不然 那李月月龙门 这样天下皆知的好事 哪能让你抢去 我毁呀 林宛容哑然失笑 这孩子倒还是真性情 你想找我 也简单呀 我家宅子可就在你家隔壁 我进进出出几百趟 却从没见过你呀 李武灵揽住他肩膀 不好意思道 我本来想去找你的 却被徐姑姑拦下了 他说 你这人狼姓狗肺 忘情负义 十恶不赦 叫我不要学你 对了 他还特意养了两条恶狗 一个叫林三 一个叫林三 徐姑姑说 他们跟你一样都姓林 姓林的 没有一个好东西 哦 这就是姑姑说的 可不是我说的 李娜哥 你和徐姑姑 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呀 林宛容打了个冷战 徐志晴这丫头 还真是有心呀 赶明他在街上遛狗 随便叫一声林三 我就汪汪的跳出来了 嘿 过节嘛 倒谈不上 不过女人嘛 你也知道的 很难伺候的 特别是像我这样出众的男人 更是在他们眼里的肥肉 被人寄予久了 我也为难呀 林宛容叹了一声 面色凄苦 这人有胆色 李武林朝他数了数大拇指 敢这样不怕死议论我姑姑的 数遍全大华 林三哥是第一人了 咦 小李子 大家都在热火朝天练兵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外边闲逛啊 林宛容看了看远处如火如荼的训练场 又望了李武林一眼 我 我 李武林面色长得通红 呼的拉住他胳膊激动道 李大哥 这次你可一定要帮我呀 大军马上就要出发了 爷爷和姑姑去不准我上战场 就是在这烟雾场外巡逻的 拆事 也是我死皮赖脸 缠了几天才求来的 林宛容叹了一声 淡淡点头 这事他明白 李太两个儿子皆战死沙场 李武林是李家唯一的血脉 又年纪又小 徐止情和李太不让他去 也是为他着想 李武林看他脸色 辨知他心意 顿时搭击 林大哥 莫非你也瞧不起我 我老李家什么时候出过脑肿 我李武林是贪生怕死的人吗 谁说你贪生怕死了 林宛容笑着拍拍他肩膀 只是你的情想有些特殊 大华李家世代荣编 美名千古流传 你父亲与你二叔都战死沙场 李家就剩下你一根炉苗 况且你年纪又小 这战火无情 一旦你出了事 对上将军 对我大华 都是极大的打击呀 您正在收听着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家丁 李武林倔强冷笑 能出什么事 大不了就是一死 我爹我二叔都能死 为什么我就死不得 说我是李家毒苗不假 可这千万将士有几多毒苗 为何他们都能死 我就死不得 林大哥 你不也是毒苗吗 你还是初音公主的驸马呢 林婉容愣了一愣 点头笑道 你小子到时候会说话 今年十几了 十五 李武林大声答道 林婉容脸色一黑 讲你说实话 他神色威严 李武林有些惧怕 忙低下头去小声道 十三 可是我长得像十五 十三岁还是同工啊 望见李武林倔强的眼神 林婉容叹了一声 将门胡肿 果然是名不虚传 林大哥 我早一语胡不归 杜修元几位大哥说好了 只等你来 我便投入你麾下 只要能上前线 你叫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绝不给你添麻烦 见林婉容沉吟 李武林小心翼道 没志气 林婉容怒骂一声 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你的脑子长着何用啊 做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逮兵打仗更是要如此 头脑 头脑才是最重要的 李武林呜了一声 呼的领悟过来 大喜过望 林大哥 你答应了 答应个屁 林婉容笑道 我自己都还没着落 哪里顾得上你啊 你先带我去见上将去 其他的事情 稍后再说 李武林也甚是机灵 听他话里 隐隐有活动的意思 顿时喜笑颜开 带着他穿过轿场 直往李太大营而去 一路之上厮杀之声不绝 林婉容名神细看 却在中间见到了许多的熟面孔 当初在楚州统领的娃娃兵 如今已经练成了百战精兵 叫他深感欣慰 林将军 一位山东的老兵见他醒来 顿时大喜 冷不防便被对手一记木剑砍在肩膀上 痛得冷汗直流 林婉容咬牙冷哼一声 哼 战不可分心 是我林某人的兄弟 你就看死他 得了 那老兵兴奋不已 连身上的疼痛都不记得了 光当一剑劈过去 对面那军事举剑相迎 却是力量不及 东东连退了两步 胸脯急喘 头盔散落在地上 绣发随风飘散 徐姑姑 李武林惊叫起来 林婉容抬头一看 只见徐小姐身着绒装 衣带盔甲 脸色微微发白 诱人的红唇紧紧摇起 正狠狠望着他 呼吸甚急 将军 还要不要看 见林将军发呆 那兵士悄悄问道 这个问题问得真他妈好 林婉容黑黑冷笑 神色凶狠 坎 为什么不坎 记住了 他是敌人 不是女人 坎 敌人跑了 徐志情捡起头盔 飞身离去 自始至终 不曾回头 李武林笑道 这下可好 我敢保证 今晚回去 姑姑的林三 又要挨鞭子了 我靠 你说清楚点 行不行 比林三非此林三 望着那老兵 疑惑的眼神 林婉容大汗淋漓 急急拉拉拉 李武林退出 阎武阵 小李子 徐小姐没事跑来打什么架 这下可好 差点伤了他 你放心 伤不了他的 这阎武场的场面 都是他摆弄出来的 李武林不以为意 你也不想想 徐姑姑真刀真枪的战场 都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哪会被这点小场面吓到 我看他是见了你有些分神 这才落败 原来这实战练兵法是徐志晴的主意 再想想昨天他想出的飞锁之法 徐小姐的聪明才智叫人刮目相看 一路走来 自然也看见了胡不归杜修元等人的身影 这几人都是跟随林婉容出身 眼下已是李太君中的大将 指挥千军万马 气势磅礴 林婉容看得暗自点头 这才叫人尽其才 到了李太率营前 李武林捏手捏脚 小声道 林大哥 你进去吧 记住啊 千万别忘了我的事 千万不能忘啊 场外何人喧哗 李太的一声威武高鹤 从帐中传来 李武林吐了吐舌头 拔脚就溜 一刻也不敢多呆 金铃铃三 前来拜访尚将军 林婉容笑着开口 声音直达杖内 哗啦一阵铠甲摩擦的响动 营杖中积极行出一行人 走在最前面的白发苍苍 稳重如山的老将军 正是李太 后面的几位带刀武将 各个鹦鹉非凡 一望便知是惊汉之人 到了他面前 李太眼中闪过 浓浓的惊喜 好好 你终于来了 老夫总算没有失望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的 初位 这位就是 名满天下的 林三林大人了 想来大家都听过 他的事迹了 胡人的国师陆东 站在他手里 也是吃了暗亏 那白连教 几乎是灭于 他一人之手 久仰久仰 跟在李太后面的诸将 急忙向林宛容抱拳 有恭敬的 有不屑的 神色不一而足 剿灭白连教 与血战突厥 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 众将待他轻慢 也情有可原 林宛容也不介意 抱拳笑道 惭愧惭愧 小弟因为家事来晚了一步 叫各位大哥久等了 众人面面相去 坐声不得 敢以家事耽误国事的 林三简直就是天下第一人了 偏偏他连个理由都不寻 说得如此的直白 这林三可是来之不易呀 李太心中自知 拉着他进入大帐 点头笑道 为国小弟不分早晚 来了就好 哼 直儿 林三来了 你也不与他见上一见 那帐中挂着一幅大大的地图 小字标明了各处方位 山外湖泊皆以不同颜色笔调勾出 描绘得甚是精细 一个苗条的身影站在图前 郊区玲珑丰满 双眸凝神细袜 神情极是专注 连李太的叫喊也未听到 袁帅 徐小姐正在构思破敌之策 不宜打扰 一个年轻的将军跃众而出 约马三十余岁年纪 体态修伪 皮肤白俊 相貌堂堂 他看了林婉容一眼 小声向李太禀报 李太恩了一声 对林婉容道 你与纸儿也不是外人 稍后再行见过 也是一样 林婉容嘿嘿干笑 还未说话 那默默尽力的徐小姐 忽然开口 语调悠悠 袁帅 请将此人逐出帐外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